在荃灣的掃毒行動 警方一共拘捕3個27至28歲的男人涉嫌製毒 他們被黑暴蒙頭 鎖上手扣帶走 現場是荃灣大河道26號一個單位 警方根據線報採取行動 檢獲一批製毒工具和大約300克 懷疑霹靂可卡因 市值大約38萬 行動中一個警員搜捕受商要送院治理 被捕的其中一人涉嫌阻撓警員執行職務要通宵扣查 另外 警方也搜查旺角西洋蔡南街26號一個單位 檢獲漆黑俗稱K仔的懷疑綠安童 市值大約1,000元 兩個分別19和30歲的男人涉嫌創毒被捕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胡可文報導